中国运20B加油机首次空中亮相将发挥出怎样的作用? 对中国加油机的发展有何意义? 中国涡上20发动机取得了怎样的发展? 这对于中国战略空军的发展有何重要意义? 我们都知道,近年来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较快发展, 这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, 并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。 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意义, 且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突破, 尤其是在国产发动机的发展上, 中国通过不懈的努力有了很大的进展,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完全摆脱了西方国家在发动机上卡脖子, 这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动力。 近日,有消息称, 中国在运20基础上研制出运20B加油机在空中首次亮相, 并据知情人士透露,运20B加油机有了很大的改进, 并且还换装了国产涡煞20发动机, 这就是运20B的推力大大增加, 最大起飞得到了提高, 更进一步推进了运20B空中加油的能力。 这对于中国实现战略空军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意义, 此外,对于此次运20B公开亮相, 有分析人士就指出, 运20B加油机在换装了涡扇20发动机后, 其最大起飞重量在250吨到260吨之间, 从这个数据来看, 就是紧跟在美国KC-10空中加油机后面, 位于世界第三。 但是随着前两位的加油机推移时间的临近, 这就将使运20B加油机很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空中加油机。 不仅如此, 报道还指出, 随着中国运20B空中加油机亮相, 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拥有自己的空中加油技术, 并且具备空中战斗机续航能力。 单架运20B空中加油机可以让四架歼20战机航程实现增倍, 提升强大的战斗续航能力。 此外, 从运20B加油机目前最大推力260吨左右来看, 还将会有更大的升级空间, 从而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作用, 为中国战略空军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。 那么, 什么是空中加油机发挥出了怎样的作用呢? 据悉, 空中加油机就是给飞行中的飞机及直升机补加燃料的飞机, 加油设备主要有插头锥套式和伸缩管式两种, 而大多数的空中加油机都是由大型运输机或战略轰炸机改装而成。 空中加油机的作用就是可以使接受加油的飞机增加航程, 从而延长续航时间, 并且也可以增加有效载重和提高航空兵的作战能力。 而空中加油机的加油设备大多都装在机身尾部, 少数装在机翼下面的吊舱内由飞行员或加油员操纵, 所以空中加油机也一直被称作为空中战斗力的倍增器, 对空中飞行的飞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, 并且在空军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 因此,正是由于加油机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, 所以中国也加快了对本国加油机的发展, 通过不懈努力研制出了运20加油机。 据悉,中国运20加油机从最初的设想提出到正式服役, 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, 因为其具有的优越性能将在中国空军中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。 但是由于中国在研制运20加油机的时候, 在国产发动机的发展上十分落后, 因此,中国在飞机发动机上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卡脖子。 这就使中国战机在研制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阻碍, 也使中国大型运输机运20在研发初期, 由于没有发动机,所以就使得中国感到很头疼, 最终不得已才选择使用俄制成熟的D30KPR涡扇发动机。 据悉,俄制D30KPR涡扇发动机研制于上世纪70年代, 虽然在技术上已经很成熟, 但是D30KPR涡扇发动机的单台最大推力仅12吨, 这和日本C2采用的通用电器CF680C2相比, 推力甚至还达不到该发动机27吨的一半, 而且油耗还十分大,从而也十分影响飞机的性能。 正是由于运20加油机在发动机上受到了较大的限制, 所以就是运20加油机未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, 这就是中国不得不使用俄制发动机量产过渡, 但是这并不会阻止中国前进的步伐, 于是中国加紧对WSA20发动机的研制。 那么中国WSA20发动机是怎样的一款发动机, 具有怎样的作用?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。 据悉,WSA20发动机是一款推力范围为 13000至16000千克力的大含倒闭窝扇发动机。 这款发动机就是中国以WSA10太航发动机为基础, 自行研制的WSA20大含倒闭窝扇发动机。 WSA20发动机主要用于运20大型运输机, 并且在未来,其还可以作为大型客机, 新型双发中型运输机, 第二代远程返前巡逻机的主要动力。 通过中国科研技术团队的不懈努力, 成功研制出WSA20发动机, 其WSA20发动机作为国产新一代大含倒闭发动机。 相比D30KP2WSA发动机, 单台最大推力为15吨, 澳油量为0.57, 这就使得运20运输机在2020年可以换装WSA20发动机, 并且换发后的运20运输机在最大载荷66吨的情况下, 最大航程可以提升20%,超过5000公里。 这就完全超越了1276, 并且与美国C17环球霸王3相接近, 这也是WSA20发动机所具有的巨大优势。 此外,对于中国在WSA20发动机上取得了巨大进展, 有消息指出,中国WSA20发动机现如今已经实现量产, 这就使中国的运20运输机得到了大规模量产。 据专业人士分析, 由于中国空军对运20的需求量很大, 从美俄现役200到300架大型运输机的装备数量来看, 估计,中运20的数量肯定会超过200架,接近300架, 如果加上运20加油机、预警机以及其他特种机的话, 未来中国运20大型运输机的总产量有望达到400架, 因此,正是由于中国WSA20发动机实现了量产, 所以才可以将其换装到运20B加油机上, 以此来大大提升运20B加油机的性能, 并发挥出更大的作用。 所以,随着运20B加油机换装了WSA20发动机, 所带来的好处不仅是增加了航程级载重, 而且还提升了运20B加油机的飞机性能, 并对运20B加油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运20B换装了WSA20发动机, 有分析人士指出, 这对于中国歼20战机和轰-20来说, 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, 将与其组成最佳组合发挥出更大的作用, 也将具有更大的威慑力。 分析人士还指出, 中国运20B空中加油机与歼20战机和轰-20战略轰炸机相结合, 也可以大大扩展中国空军的作战范围, 使敌军难以侵入中国近海, 中国都能够予以敌军最佳的反击, 而不再考虑遥远的航程问题。 在中国有了运20B加油机后, 就可以完全解决距离问题, 从而使中国歼20和轰-20毫无后顾之忧, 可以发挥出更加强大的战斗力, 从而加快中国空军的发展。 此外,运20加油机作为扩大中国空军作战半径的关键一步, 在成功换装了涡扇20发动机后, 这对于中国空军的发展来说, 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。 随着此次中国运20B加油机在空中亮相, 这就是中国可以向外界展示中国的空中加油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, 已经具备了超强的空中加油能力, 这对中国战略空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意义,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空军发展前进的步伐, 可以最大限度满足中国空军的作战要求, 加快中国空军的强国之路。